今天 一架成都航空的ARJ-21飞机从新疆喀什莱宁国际机场起飞 标志着国产商用飞机首条高高原航线成功开航 上午9点30分 一架身批成都航空航辉太阳神鸟涂装的ARJ-21飞机 从喀什莱宁国际机场起飞 经过近一小时的飞行 降落于塔什古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的宏奇拉府机场 标志着国产商用飞机的首条高高原航线成功开航 根据中国民航局规定 海拔高度在2438米及以上的机场为高高原机场 宏奇拉府机场标高3258.4米 是新疆第一座高高原机场 也是我国最西端的机场 此次开通的喀什到塔什库尔干往返航线 计划每周二 周四 周日直飞 一天一次往返 单程大约需要一个小时 该条航线的开通 为新疆喀什与塔线之间人员往来 提供了更为便捷的空中通道 ARJ21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新型涡扇支线飞机 可载乘客78到97人 航程2225到3700公里 这次开通的喀什与塔线飞机